每天精彩视频带你回美好同学大家好我是小胖今天给大家带来场109级的暴力化山PK啊 双方啊都上的是一个四宫队观战方是一天宫四林波城开了一把鸟阵 对战方上的是一个武装怪配合着双林波城一花果山再加个魔王战同样是开了一把鸟阵 双方没有正法克制 上宝宝直接要点杀观战方的百万小弟啊这个林波城 后续看一下双方这物理系的速度啊 这场比赛速度远远比输出更加的关键 浪勇 对战方也是浪勇双方这林波城都是在叠加一下自己的战役啊 为后续的输出做下准备 109级的输出一般都带的是无级比啊 咱们一会儿等到他们第二回合这换卡结束以后 看一下带了多少无级比 在低等级玩得起物理系的啊那都是 一句话有钱任性啊有钱任性 情形三叠 应该是也是点杀了观战方的百万小弟啊 魔王战没有选择取秒 但是这么一波打下来 其实对战方不是很赚啊 虽然点杀了观战方一个人工单位 但是对面的宝宝飞的有点多了啊 场上级剩下两只宝宝 哎呦这无级别 全是无级别吧啊 除了两个风系带了 这个武器零尸以外啊 剩下的全是无级别 翻墙倒海 3500伤害非常高 对战方 队长位的林伯晨也是拿到了物理系一速啊 由于这队长位的鸟阵啊 速度加成是最高的 好多这150级的物级别啊 150级的物级别 好酷啊 这个枪啊 真的是有钱任性 观战方这边也是被清掉的两个宝宝 人物血量都不是很多 翻墙倒海打的人数有点多了吧 大哥你们是109级的啊 1800 能打到6个人物单位啊 现在也是经过好像前两年吧 两年前的一次大概 导致了现在低等级的物理系秒的非常的多 就是人物单位啊 秒的非常的多 69级的施活林好像都能秒5了啊 我之前也是做过比赛 69级的施活林都能秒5 直接过来 双方这场比赛 谁说话不一定啊 感觉后期还是要打磁杭的啊 后期肯定是要打磁杭的 5300 宝宝直接费 队战方直接换须弥了 六千玛 这须弥伤害非常的高 观战方现在一定有两个人物单位倒地 魔王 再补一刀就这全部打成了一个残血 但是没有死的人对战方 也是倒地两个人物单位 三个 四个 四个龙龙 四个龙太子啊 已经是全部倒地啊 龙太子这个造型还是比较酸的啊 我个人还是 就喜欢两个人 一个是龙太子 一个是剑牙克 一千六 最后一个魔王战 感觉也在色色发抖啊 场上仅剩下一个 凤凰了啊 仅剩下一个凤凰了 再换须弥 看来要玩一波速推了啊 但是队战方再有一个 隐身凤凰的情况下啊 是完全 哎呦 话说早了啊 观战方五个人物单位 也是全部倒地了 这满地的无级别啊 能不能让我上去捡一个啊 能卖个几十万啊 很舒服 哎 观战方宝宝带感知 拉起天宫 看看有没有磁行啊 磁行是非常关键 浪勇 秒过来 头上都没什么战役了啊 一波 翻江倒海以后 头上都是没有什么战役 再拉起一个 对战方拉起武装怪 哦 这 有归宿需迷手势啊 就想拉起人物单位 有点困难 对战方 拉起自己的 林伯承啊 对战方林伯承也是有速度 秒过来 这 双方这打的就是一波实战 啊 没有磁行就只能打实战啊 再来一次 宝宝直接神 又神了 神了两只寻米 高连的 打不太动啊 毕竟有 有无级别啊 这些宫宝宝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欠缺 磁行啊 观战方先磁行了 拉起四个人物单位 血量这么高吗 哎呦 我感觉这些物理系的血量 赶上现在175级的物理系了吧 啊 有点这种味道 这伤害 感觉这场比赛 观战方要拿下了 啊 对战方没有磁行 那这 没有任何机会 王勇 受制成功 对战方仅剩下一个阴神宝宝啊 感觉已经是大事已去 没有什么机会 对战方继续拉起自己物装罐 观战方天雷阴鼓啊 雷打起 应该是换了一个地府孩子啊 观战方这边换一个地府孩子 清了这个薰米 再换 都有感知 打上鬼眼以后 这场比赛就会很快的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胖 如果有喜欢我视频 请帮我点点关注 谢谢 大家 下宝宝 范 我 你 送你 你 我的 我的 我 我是 我 我 我